其實我真的很感謝 就是我老公願意受洗 我們的感情 徹徹底底被神給翻轉了 然後現在的我們 就變得很相愛 小甜甜老公反問 我們是笨蛋嗎 聽宋一鳴不聽太太 網刷加她真倒楣 最後甜甜把她的命運 交在愛她的天父手裡 得到的是什麼 愛她的先生 還送妳一個可愛的女兒 阿門 阿門妳要記得阿門 誰知道台下弊評 不只宋一鳴發聲明 知知小甜甜 面對私生活生命 有極大狀況 就連老公也不聽她 且歌教會 其實我真的很感謝 就是我老公願意受洗 以前我們常常吵架 吵得滿嚴重的 吵到甚至要離婚 然後甚至我在坐月子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的小孩會不會單親 但後來因為他受洗之後 我覺得一切都改變了 我們的感情 徹徹底底被神給翻轉了 然後現在的我們就變得很相愛 可以看一下我老公受洗的照片 好呆喔 據悉夫妻倆因此理念不合腦分居 小甜甜老公先是在線動協下 離開一起發光照會 及戲劇被製作人換角 新聞內容都不是實情 若今天製作人只是因為甜甜 在近前記者會訪問時交 而將他換角 身為老公的我 一定一定為老婆打抱不平 難道我一個素人 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嗎 假設真的都挺我的話 那是不是要看是什麼事情呢 我想大家都是對事 而不是對人吧 我覺得搭結了婚生的小孩兒 其實完全會把情緒關上 其實我們拍完以後 像他後面結了婚以後 我們大家都沒看過 我就連我離過這樣的那一條 女生會 他其實都是嗷嗷哭小孩 連他那個時候進教會 我們是看信任他 喔 他是有型的 對 然後最近離開教會 也是喔 他離開了 對 跟製作人都是在同一個狀況 我們其實很自由的狀況 你不來那 你是自己最承諾的 不用最忍 被小甜甜推出教會風波 燒到的一起發光 也被前教友扯出九條內幕 就算發完招來大軍留言 仍然值不了血 其中小甜甜老公也再次力挺 若一起發光照會 轉向匿名爆料者 及實名控訴者所講的 那麼糟糕 那麼可怕 我們這些還待在教會的人 是笨蛋嗎 我要為這些匿名爆料者 及實名控訴者做一個禱告 求神親自移植他們的心 忍恩師父 讚嘆師父 心中比讚 愛心 但是類網友不領情 回覆他嫁這種老公真倒楣 跟著教會一起霸凌自己老婆 啊 小甜甜老公也反擊啦 因為我還是甜甜的老公 所以我的責任不就是導正我的老婆嗎 我知道對老婆要貼心 要包容 要退讓 總有一件事是不能夠退讓的 那就是真理 小甜甜呢則透過經紀人表示 尊重先生的選擇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信仰 與宗教理念 一開始這則新聞 就不是我們去主導爆料的 如果大家能把爆料者找出來 或許就不會有今天這個狀態 在甜甜低潮的時候 也感謝教會審出援手 但最後因為理念不合而分開 大家就彼此祝福 這場紛爭沒人是受益者